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同美方在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 但必须指出 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 在国际禁毒领域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分泰尼类物质的国家 我们一直在联合国禁毒公约框架下 大力开展国际禁毒执法合作 反而是美方对中方有关机构的制裁 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方禁毒工作能力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也应当深刻反思 国内禁毒不利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甩锅推责 在乌克兰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 中方一向致力于政治解决和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浇油和激化矛盾的延期 中方的政策和立场 惊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中方对韩方宣布延长 暂停签发中国公民赴韩国的签证措施感到遗憾 这不利于中韩两国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韩方尽快取消不合理的做法 中方愿在此基础上 采取相应的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的措施 我不了解你说的具体情况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 持续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和攻击性武器 不断抬升冲突的长度和烈度 美方不反思自身的所作所为 反而对中方无端猜忌恒加指责 我们不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讹诈 也不会坐视美方无理损害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日本驻华使馆已经于1月20日 宣布恢复审发中国公民的赴日签证 日前中方恢复审发了日本公民来划签证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来创造更多的便利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也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是我们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要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台海局势新一轮的紧张根源 是台湾当局一再以美谋独 而美国一些人试图搞以台制华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胁迫诱拉一些国家 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国际上不乏担忧的声音 许多企业界的人士都表示 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 影响效率和创新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我们也觉得 有关方面应当从自身的长远利益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 审慎行事 中方一贯反对 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议员 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要做影响中美关系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 我们反对罔顾科学事实 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采取任何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 敦促有关国家 尽快取消不合理的做法 北约一方面声称 其作为区域性防御性联盟的地位 没有变化 一方面不断地突破传统防区和领域 不断地加强同亚太国家的军事安全联系 有关动向 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 我们也希望北约能够放弃 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的理念 为欧洲和世界的安全稳定 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情 高级平常卖的关系 表示 把经济洪行和中国政策 通过